本次英紀念典學參加環保比賽 而今日我的身份是代表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作為評判之一 比賽的全名是第一屆全港小學環保風力發電機STEM創作大賽 今日參加的小學達到20間以上 在開幕禮上由主辦學校人仔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校長彭爾蓮博士致詞 講述該校創新的教學意念 和他對STEM教育宏觀的看法 20、30年後 各位同學長大成家納西基斯教 我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運作模式還不一樣 因為科技不停化自己的生意 所以我們希望在我們的學校 甚至我們是陪同下一代 給幾乎一些小學生 去參與我們一些新的教育 之後由黃副校長帶領我們幾位評判 去到該校的校園電視台 為各位評判立即製作這個經驗品 之後幾位評判還可以一直談話 讓我們認識華僑大學 校友會永遠名譽顧問高峰先生 橋大學香港辦事處處在感中主任 黃雲田中學理鏡品校長 以及星學會劉海琪小姐 各位好 今天我認識一位新的朋友 劉太希 我們是在一個比賽的項目裡面相遇的 他也是評委 我也是評委 今天我們做一個有關 環保的比賽的評判 對於做評判 卡洛斯都很有經驗 評分一定要公平公正 所以大會都將得分的項目細分 讓評判給完分之後 然後再加總 這種比分方法 跟我們在D&T 堂上 為學生的雜作比分 都是差不多 卡洛斯跟其他三位評判 一起評分幾十個作品 分別要評他們的A4報告 環保設計 以及STEM元素改造各方面 由於要為二十幾個作品比分 所以我先把所有作品立一眼 大致上將他們歸類到上中下的等級 然後再為每個參賽作品 環保設計的意識 以及STEM的創新元素方面去評分 雖然都只是小學生的作品 但是當中都不乏一些好出色的設計 所以所有評判都搞盡老汁為他們分高一下 幸好所有評判的分數會加起來才算 就絕對不會偏於主觀 評分完成後工作人員努力計分 我們就移師去到操場 準備參加頒獎典禮 經過了兩年的疫情 真是很久沒有見過 這麼大型的STEM活動場面 現在頒獎典禮 所有的嘉賓 包括所有的評判 我也有個位置在這裏 會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班長大 是有南京市政協委員 環保大學香港教友會 委員定教會長 歐美大力議器簽訂中國有系公司 公司長 高峰先生 環保大學公司會 香港辦事處 他是當中主有 是 您的教會 談起禮筆 致電中學 鄭嘉玲老師 各位樂文 各位家庭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就早晨 今天是我們董事館中學 主辦STEM全港小學 環武風靈發電機創作大賽 其這個資訊人員 在大陸次公開年,就代表任正院導致健康歡迎國位,今天與我們現在參加了 英文送改造大長,最喜愛面店長,最佳環保設計長,最佳環保設計長,最佳環保部長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開始公佈,和單靠所有的獎項 是的,是的 香港科技教育國會是鄭家良老師為我們頒獎 在頒獎之後,就輪到評判接受紀念品的時間 根據主辦學校所說,如果疫情能夠緩和,在3月份還有一個跨地扶制賽 讓今天的參賽學校,再和內地的小朋友一腳高下,我們息目以待 無論是新年的獎項,最後是花落成家 相信今天,都會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好了,那就完成了今天的評判工作了 我是卡律師,喜歡我的影片當然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